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在聖岡車站 我們打算呢 今天要去腳管 家屋夫 剛剛呢我們來這邊買早餐 看到了這個小岩井農場 小岩井農場呢 是來聖岡這邊必喝的牛奶 但是一般的便利商店好像不會賣 我們是在車站裡面的 這個 專門賣便當的地方 就是進站之後 就是進來裡面之後 的地方買的 等一下來喝喝看到底好不好喝 我們剛剛在便利店買了 和風醬油飯糰 來吃吃看 啊就醬油 嗯 來吃 你要吃嗎 這有什麼好吃的 我喜歡吃醬油飯 真的就醬油 來小岩井農場的 這個 其實我們原本是要買鮮奶 但是呢 有人呢 他看到後面這個介紹 看到這邊有生乳 就覺得這個是鮮奶 然後另外一罐呢 上面因為寫了生乳 然後有加糖 還有加什麼他以為那個東西是調味乳 這個才是鮮奶 所以他就只買了這個 殊不知他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做發酵乳 所以他根本買錯了 這個是優酪乳 那優酪乳其實很濃啦 我剛剛喝了一口 覺得很濃郁 沒關係明天或者是晚一點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買鮮奶來試試看 我們到了腳管車站 我們第一站呢 就直奔櫻之禮 櫻之禮 櫻之禮是60媽媽推薦的喔 他強力推薦我們一定要來吃 結果到這邊來的時候呢 因為他11點才開喔 我們大概5分到這裡 已經 可能要排到第二輪第三輪了 沒關係我們就慢慢等 他路邊都會有這種 人力車 那人力車的話 他在邊拉邊跟你介紹這邊的景點 但是 好像都是說日文的我們也聽不懂 這邊的房子都蠻古色古香的 我們排了 第二輪進來 我們打算呢 點這個 他的招牌就是 救急別內地基青植洞 那另外一個招牌是 烏龍麵 所以我們打算點一份 這個跟一份這個 他這個有分喔 就是 一種是醬油的 一種是 我看好像這個比較多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這是入口 他裡面的空間呢 其實不大 所以就只有這樣 我們點了 比內地的炸雞先來 他不像台灣的炸雞是 酥脆的 他裡面是軟嫩的 口感跟台灣的不太一樣 我點的 終於上了 就是烏龍麵加 這個青植洞 哇喔 這個蛋看起來很厲害 還要配小菜 先試試看烏龍麵 他的麵條不像烏龍麵的麵條 是比較 細的 不要再嫩 這整個口味還蠻不錯的 這個湯頭很好 我覺得這湯你會喜歡的 香菇的湯 我剛剛試了這個 右邊這個嫩薑 左邊這個是有放式 這嫩薑呢 他帶一點那種木材的香味 這什麼湯 還有一些香菇 菇類的是吧 對 這飯超級好吃 我先吃起來 他蛋有夠香的 他蛋有夠香的 不愧是六里媽媽推薦 大家可以一起來吃喔 吃完了殷司裡 推薦大家 因為他中午11點就開了 如果你是在花季來的話 建議大家一定要 盡早來排隊 要不然也要排很久 主要他上菜太慢了 上菜都要等 我們剛剛大概等了半個小時有吧 來這風一吹 櫻花全部 下下是一樣 大家都在這邊拍 大家都在這邊拍 我們走一走呢 看到了這一間 五家烏夫的茶屋 人好多喔 打算來買個冰吃 我們買了一個抹茶冰淇淋 剛剛呢 為了要買這個冰淇淋 臨時上網惡補了一下 原來抹茶呢 在日文叫做 馬加 那我剛剛就跟老闆講 馬加 Ice Cream 他就知道了 不過他這個圈數有點少 不像我們全家的雙淇淋 圈數有要求的 標準是三圈半 試試看 我覺得很像全家的 好像比較甜 我覺得比較甜 我覺得全家的比較好吃 我們來到了 右手邊呢 馬路對面就是檜木內船 來到他的 櫻花季的祭典的草地 你看櫻花全部卸下來 地板全部都是 在這裡 很多日本的旅行團過來 像個集市這樣子 小市集的概念 風很大 然後這櫻花 一直被吹著飛 路過 我看到他這個烤魷魚 感覺蠻厲害的 鐵板的遊影 買了一個烤魷魚吃 然後這整條呢 都是賣吃的 飲料呢 只有像這種 就是寶特瓶的飲料 有點像小學 有遊會的時候賣的 OK 他有加美乃滋 這樣是七百塊 拿到上面這邊來 坐在這個櫻花樹下 看著對面 這也是快木那一餐點 這是剛剛買的 這是烤魷魚 怎麼樣 好吃 剛剛還說只要吃一個 現在一吃到一口就好吃了 他不是烤的 他是用鐵板去 有點類似煎的 他比較有帶湯汁 就是長長山水的感覺 是軟嫩的 不像台灣是 烤得乾乾淨淨淨的 這風真的很大 就一陣一陣這樣吹過來 我們遇到這個 哈囉 台灣 拜拜 拜拜 坐在這個 提防上 然後剛好遇到他們秋天的吉祥屋 跟一般的吉祥屋比較不太一樣 他是有講話的 不像一般可能是比手畫腳而已 我看 剛剛他在項鍊的時候 其實跟小朋友在那邊互動 蠻可愛的 我們在 伴手禮店 終於找到剛剛我們吃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這個 醃製的 大根 那還有單個包裝的 大根就是蘿蔔對吧 對 醃製的蘿蔔 剛剛一隻裡那個醃製的蘿蔔真的很好吃 這裡這裡有這個圖片 就這個東西 他吃到最後面會有 木頭的味道 我們發現他還有熊肉 這是咖哩是吧 熊肉跟鹿肉的咖哩 看到一個V 可是他想的是什麼什麼月什麼輪熊的咖 他的名字 對啊 舔哲虎的啊 舔哲虎的獵友捕獲的 獵友會 還有鹿肉 好